位在中山路和花岗街交叉口 紧邻着东大门夜市的白色百年老洋房黑金通餐厅 睽違四年再度举办市集 23号封馆举行的黑金市场市集 邀请将近20个在地职人品牌齐聚摆摊 带来了美食、手作、还有小农作物等 获得不少民众热烈回响 紧邻东大门夜市的白色百年老洋房 结合花联文创特色商品和复合式餐饮的黑金通餐厅 睽違四年23日封馆举办黑金市场市集 邀请近20个在地职人品牌齐聚摆摊 带来精致美食、手作文创以及小农作物等 另外还有集结花联15家业者曼城花联团队 推出的新兴品牌花联你好傻瓜蜜剑也首度亮相 一起在历史建物里汇集新世代的潮流 像我们这次有找了前季早餐来做现场的炒面 这个应该是花联他们在从成立到现在20、30年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有找了像沟宅伟的一些很有名的散步咖啡 他的肉桂卷包含花联的甜点的名店、边境甜点 还有很多更好的品牌其实都在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一些东西 那我们这次邀请了很多的摊商来举办这四集 是因为我们希望用一些比较年轻化的品牌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知道这一栋的历史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比较新旧的融合 那也因为疫情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天有一些活动是延期的 是包含到我们本来有做亲子的绘本跟街区的一些走读 这个都是要延期 那我们延期呢 也希望是在5月28 一样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再一次共享胜群 除了一二楼的市集 还有现场录制Podcast的美食温路站与民众即兴互动 以及不插电音乐表演 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新旧时空间的历史 原本安排探索文史的街区漫游 讲座以及绘本活动 则因疫情延到5月28日的第二波市集 错过这次的民众可把握下次机会 更多活动详情可搜寻脸书粉丝页黑金通 记者讲邦彦华女士报导 接下来 请您的订阅